因為 Visual WebDevelop這個版本 他這個地方 雖然說他 不需要付費了不過他好像也有個試用期那試用期過了之後 必須要註冊那註冊其實也是免費註冊 這裡的話如果說你要註冊的話那按這個線上註冊因為我們好像用了30天了 之後呢如果沒有註冊 還是要註冊那註冊的時候我 記得就是說你需要一個 這個 Mileshow的 帳號一般是那個什麼的哈密爾的帳號 所以這邊的話呢你必須要有哈密爾帳號 印象中我是 哈密爾 如果這個哈密爾 之前用哈密爾我現在用去沒有那麼比較比較 OK OK 登錄之後呢他就會自動給你一個 一個這個 賬號一個賬號 那個那個金鑰的賬號那這個金鑰賬號輸入之後的話你的這個版本才可以一直使用下去 才可以使用下去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還沒有賬號的話 那還需要在 這個這個地方把他全錄繼續 還需要那個登錄一個 自己還要註冊一個那個賬號才行 其他這個我想這之前我填過按繼續就可以 印象中哈 就這樣就可以產生一個 呃 一個一個賬號 OK好那他會跳出這個訊息 感謝您註冊 然後並且把這個 把它黏貼到你的Express裡面去就可以了 OK 再把它貼上 我想這個動作 你們試一下 那今天的話 註冊之後這個 之後就不應該就不會再再跳出來了 今天的話我們繼續再來看那個 這個FOR迴圈 FOR迴圈部分 那這個FOR迴圈呢我想在任何語言裡面都會有幾乎都有FOR迴圈 這個就打開 OK